謝謝您 不怕辛苦 只為了守護我們的家 為慶祝93軍人節 國防部以守護家園 發布新的國軍形象影片 接下來也將規劃一系列 包含緊急的迷彩 國防光影展系列活動 凝聚國軍向心力 就是為了這個 美國議員團快閃離台後 前腳剛走 後腳中國就宣布 在台灣周邊海空域 組織多軍兵種聯合戰備警巡 和實戰化演練 恫嚇意味十足 其中共軍的最大亮點 鎖定這個 影片裡指稱解放軍戰機 俯瞰澎湖 等於就是要宣告 不只飛越中線 甚至已經來到台灣家門口 但有專家指出 中共所謂的俯瞰 其實是在遠處拉近鏡頭 放大到極限 讓澎湖像是在眼前 每一天有關於空中的動態 我們國軍都是及時掌握 中共的軍機在之前軍演的時候 在我們北面 中線 還有西南面都有活動 空軍還有地面的一些防空部隊 都有做相關的應處 事關台灣安全 國軍強調一切都在掌握中 國軍官兵而言 戰備訓練就是我們的本務工作 中共現在每天 對我們做這種挑釁性的舉動 對於我們而言 正好是一個訓練的機會 中國武力恫嚇 沒一刻消停 國軍也時刻備戰 展現守土決心 紀錦文學人江浩帆 陳寶导